小燕之夜 好 每一個人都有少女時代 每一個人也有少男時代 今天我們請的四位呢 正好年齡介於三十左右 是 對不對 離那少男時代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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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但我們都是七字頭 七字頭對不對 所以差不多 所以在你們國中高中時代 所流行的、所遇到的 都經歷過 對不對 不管自己長相如何 為什麼要看我 我沒有看你 我只是正好看阿咪老師 對啦 我比較敏感 其實每一個人喔 我都覺得國中高中 不是人生最漂亮的時候 都比較遠青澀 有點都懵懂無知的感覺 對 但是卻是你的記憶力當中 很深刻的一段時間 印象最深刻 印象最深刻 對不對 不管初戀可能是那個時候 差不多 初初喜歡別人可能那時候 人家初初喜歡你可能就 初次握手 對 第一次握手那時候 那個青澀都快跳出來了 到底是要過嗎 還是要... 沒有 他先碰到 不小心 然後... 到底是該對演還是不該對演 然後... 不會對演 然後他這樣... 抓了啦 走 用一綠燈馬上抓 就走了 然後就不放了 抓錯人 所以... 腦袋過 但是那樣... 那樣想很久嘛 對不對 這個要不要抓 是今天抓還是明天抓 對 對不對 要等很久 還是下一個馬路 下一個馬路 還是... 荷爾蒙整個腎上腺素都飆上來 屁股勾這樣子 在心跳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特殊的年代 好 其實陳德烈 你覺得你最光輝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說真的 我覺得我最光輝 光榮的那時候 就是我高職的時候 高職的時候 對 因為我從小到國中都很胖 很帥喔 就是我高職的時候 那楊子儀你的光輝年代 在什麼時候呢 我自己喜歡國中啦 對 國中時期 我覺得那個時候 因為班上是男女合校 男女合班 因為我到高中就讀男校 所以我覺得 高中那三年是慘淡的人生 對 慘... 這國中... 國中就帥了耶 你旁邊那個... 那我們班同學啦 有點像小S耶 有一點點喔 對 後面好像還有個頭 對 後面同學就是 因為她說要跟我合照 所以後面同學就自己這樣 趴下來這樣 不知道的 感覺上是班隊的感覺喔 不是... 不是... 我有帶我喜歡的女生的照片 有... 有帶你的林真心喔 有... 每一個人心中都有少女時代 林真心 然後就是林真心 頭髮滿像的耶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流行那個有一個日劇 叫做熱力17歲 內天有記 就是這個年代對不對 對 就是這個年代 馬上講得出來嗎 記得小朋友都不知道是誰 你知道嗎 內天有記是誰 完全都不知道 是神耶 那個時候跟那個武田真智嘛 他們兩個 還結婚 這時候要承認還是承認 都一樣大 都一樣大喔 對 我記得那個時候就是 我從那個時候開始 健康寫實的那種... 對... 他就是從我國小六年級 我就知道他 他是... 他是不是跟袁愛妃同一班 好像不是... 他是合唱盤 合唱班的 袁愛妃是節奏班的 然後我是田徑隊的 那... 所以你跟袁愛妃是同學的 我們是同學... 然後... 你看 他多不學袁愛妃 你看他那個... 他那個想法... 就不學袁愛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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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他就是... 那個時候我大概六年級 就注意到他 然後就國中我們同校 然後我就... 這個機會太好了 可是因為他都不知道 我們彼此都沒有 我們知道對方是誰 因為其實他是學校的風雲人物 然後我是學校的闖禍人物 闖禍人物 對 所以基本上 大家也都大家知道我是誰 那我記得當初想要去跟他 攀談的時候 他回家還被他媽警告說 不要跟楊子儀來往 因為我在學校是... 不是 徐泰宇嘛 你就是徐泰宇 小時候做八家獎 我國小的時候 因為我們班田徑隊 就是幾個不愛讀書的 都會被抓去... 做八家獎 對 做八家獎這樣 在永和 中永和那一代 對...然後所以他們就不太... 但還好我國中認... 就是遇到一個好老師 然後他就鞭策我 他先讓我去當副班長 然後開始鞭策我讀書 然後最後就是功課 就是越來越有起色 然後還不錯 就是在班... 在全校都前幾名這樣 然後我才覺得我自己有... 應該可以跟他...對 結果他已經被人家追逃了 沒有... 我就成功約他看了 真的錯 鐵拉尼歐 至少看兩次 那在電影裡 你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沒有...沒有到那麼... 就我們連... 我那個時候連... 鐵拉尼歐看幾次 一定不只要看一次吧 他兩個半小時 他才做什麼事情喔 我跟你講 最重要的就是 沒有... 那他有沒有要脫衣服啊 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很真誠的故事 對 我講話我都流汗了 他其實看了... 他已經看了兩、三遍了 然後我問他 我叫他說你 我們可不可以去看電影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在永和讀書嘛 那我們最多去看電影 就是跑到公館去 因為過一個橋就到了 然後他就說 我就知道應該是OK了 然後在結束看完電影以後 我們要走回家 我們就沒有要搭公車 我們就走了 我們就走那個符合橋 然後這樣走回家 然後我在沿路 就是剛剛那個狀態就是... 但是也沒有紅綠燈 但是有很多車子 沒有 我們不會穿越那個... 對 那個橋 就是在走的時候我就... 一直企圖想要就是牽他的手 可是我又不敢 然後我手又是一直流手汗 我就一直插 因為我很緊張 我就一直插 然後直到我最後... 流手汗 流手汗 這是初戀男生最大的... 禁忌啊 對 然後因為太緊張 我這輩子沒有流過手 我打架什麼都沒有流過手汗 可是我... 要牽他的手 我居然流手汗 而且... 其實我最... 我告訴你 流手汗 真的是 我告訴你 男生交女朋友 這真的有... 很恐怖的一個... 很尷尬 很尷尬 他就一直插話 但是我就決定說 我鼓起有些我問他 我可以牽你手嗎 那他怎麼說 棒 兩個人瞬間都臉紅了 我瞬間也看到他整個臉帳紅 我也臉帳紅 然後他說 先不要吧 對 問的話就說 不能問 我不知道 女神都不要問了 抓一次不要了啦 抓了就走 我害羞嘛 他要先問 對 然後就從那一次被打槍以後 我就開始... 就是... 開始不問了 不是 就是... 就直接來了 就是開始就是不... 應該說不死心啦 就是比如說約他 一起看書啊 一起是去讀書 可是在這一方面 我們就沒有在... 再沒有進展 因為到這一塊我就... 我就不敢了 我就嚇到了 然後就一直這樣維持到 國中三年 畢業 對 所以他就是一直放在我心裡面 可是... 純純... 對 純純愛啊 這一份純純很純的 這種...這種純純的愛 真的是可以記一輩子 對 而且他那個美麗的樣子 永遠在這 所以同學會也不要參加 沒有 不是很班啊 不是我們班 所以還好 畢物到運 不是 畢了業很久參加 也都會破滅 變成季甘美了是不是 不是 好 立東 你有輝煌時期 我有啊 有 現在是不是 其實我國中跟... 我覺得你應該現在是輝煌時期嘛 最近去什麼被拍到吃飯的都是 對 都是女神耶 這個對我們就先不提了 對 那就沒什麼好提的 那就沒什麼好提 有啦... 有啦 好 林夕陽 好 好 林夕陽最厲害的輝煌時期 是什麼時候 應該算國高中那一段時期吧 因為我國高中是在澎湖 其實我的國中生活其實 有一段那種就是被霸凌的時候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在追班上女生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他們也... 看我也常常被一些小混混欺負啊 其實他們也會想幫忙 可是不知道怎麼幫忙 然後剛剛子儀講到那個鐵達尼號嘛 我那時候在追的那個女生 這裡面有你嗎 就是... 第三個 戴眼鏡那一位 沒有 左邊左外第三個 黑色外套 黑色... 你們照相機的技術 橫幅 你知道嗎 十幾年前啦 對... 然後剛剛子儀講到那個鐵達尼號 我大概印象中大概 那時候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看到我快口吐白沫 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那時候住澎湖 那時候有很多那種流行的東西 跟本島這邊不同步 他很喜歡男主角李耀娜多 是 我那時候每到假日的時候 我就要去找... 我就飛到高雄去找那個最新的 什麼海報啊什麼 回去討他開心 我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我是瘋了嗎 回想鐵達尼號 妳好用心喔 你講了多少人對不對 對... 那個帥氣就是畫畫的感覺 對啊 Jack 然後蘇那個油頭 對不對 I jump I jump I jump You jump I jump 而且那個時候 看這個音樂起來 好像愛情就起來了 真的 來 請坐... 國中小花追不到 張立東大轉型變成 國中的時候沒有什麼自信 然後我就喜歡 也是會喜歡笑花 我就會騎腳踏車到坐公車的地方 提早到 就跟他一起坐公車 後來他就那個笑花就是跟 學校裡面最壞的交往 你變成這樣 變來變去 夏威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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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立東你是不是在學校裡 是屬於比較調皮的 調皮喔 我是屬於...我國中很乖 非常乖 然後到高中有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所以人家轉變 有的時候是變好你是... 他的轉變是變好了 我是變快的 就是比較愛玩 因為我國中其實... 因為我妹有戴牙套 等一下 就是這個 看起來很像肥立民小 沒變耶 最這邊這個 對...最這邊那個 沒有什麼改變耶 因為我妹有戴牙套 然後我就陪她去看牙齒 然後我在那邊玩 玩得很開心嘛 對不對 然後玩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醫生就走出來說 你這個哥哥也要做喔 我一聽到開始臉發臭 因為那時候全校之後 我跟我妹最後有戴牙套 然後我從此因為覺得 他等一下就會叫你大鋼牙 大鋼牙... 就像這種高品這種學生 然後所以... 一代代多久 三年 所以我國中三年都是拍照 只要一拍到我就是... 就是要下唇 其實...其實國中三年 要不戀愛也很容易 就戴個鋼牙嘛 對...可是這樣反而喔 我以為這樣是我最不受歡迎 反而國中是我最受歡迎的時候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我妹是合唱團嘛 然後他們會有學姐 然後一起練習唱歌 然後學姐會透過她問說 這是我後來才得知的 你確定你妹妹不是安慰你嗎 不是...因為她覺得很納麻 她都沒有跟我講啊 因為她就心裡覺得說 我哥長得那麼像菲律賓小孩 然後牙齒又這樣子 怎麼可能會有人喜歡 所以她都不講 是真的啦 不是啦 所以她就這樣 我覺得是你們那個 你妹的學姐搞錯鋼鐵人 等一下...這就是誰 這是高... 紅色衣服的嗎 我是紅色的 有點像... 你這個時候是變了嗎 你這個時候是怎樣的 你們猜了 剛猜了好不好 那時候還是中分頭啊 然後我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喜歡穿紅色的衣服 不是 穿紅色 戴那個眼鏡是怎樣啊 就是時尚吧 時尚啊 時尚 是流浪到那時候 好像是晚上的時候吧 流浪到那時候 那時候流行的墨鏡 應該是那個 駭客任務第一集 就好像那個霜的那種 很細的那種 我可能買錯款了 對啊 那時候就是... 就是讓女生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她就會喜歡 猜不透你 是要這樣子嗎 你看我國外穿紅色衣服 對 好奇怪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 你的照片 每一張樣子都不一樣 這一張有點像羅斯風 還看劉哥怎麼會 剛剛像李秉輝 你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是因為國中的時候 沒有什麼自信 然後我就喜歡... 也是會喜歡笑花 然後我就會... 我明明就是... 因為笑花會坐公車 然後我明明就是騎腳踏車 我就會騎腳踏車到坐公車 提早到 然後他跟他一起坐公車 只是為了接近他一點 有用嗎 有用啊 可是因為他的座位 很難選到跟他很近的 不一定要看機會嘛 所以我說最近的一刻就是 我站著 他坐著 我就站他旁邊 然後就這樣子 20分鐘 然後我就很緊張 不知道自己在緊張什麼 然後汗一直流 然後最後就是跟他講一句 今天天氣好好好 就結束了 你不會是說來 他們給你坐 不是 因為我們那個極度沒自信 我們都覺得可以接近他 一點就不錯 然後後來他就那個笑花 就是跟學校裡面最壞的交往 從此我高中就變壞了 你覺得要壞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發現女孩子都喜歡 喜歡壞的像喜太宇那... 對 要有一點個性 要有點個性 對 你這樣子...是沒有用的 對 憑良心講也是嘛 對不起 因為感覺跟他們平常 又來了 又有這個沒什麼 林歇洋 你應該是屬於乖乖的吧 我是比較乖的 那我那時候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我高中有一段時間 是跟郭碧婷同校 郭碧婷...小時代的那個 郭碧婷 對 你們為什麼都是... 以前都跟美女同校 沒有 他們說這些美女 已經有一定的年紀了 有嗎... 我們都30了 對 你是郭碧婷 對 你這樣曝光他 他現在樣子 其實跟那時候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耶 我覺得他好像隨時 都處在那種雲霧當中 對 那時候全校不追... 大家追他追風了嗎 因為那時候他是在女生班 女生有時候就是會互相妒... 那個嫉妒 所以我記得他那時候 好像女生的人緣不是很好 可是男生就很瘋狂 對 男生就很瘋狂他 你有去追他嗎 我沒有...我追他的同學 比他更漂亮對不對 沒有 兩種不一樣的類型 你喜歡的... 我喜歡比較稍微... 爺爺一點嗎 也不是 就是... 因為他是比較... 因為他話很少 很秀氣嘛 他就是有時候跟他講一串話 他大概回一個兩個字 很空靈... 空靈... 對... 真的很漂亮耶 在學校能這樣真的是美女耶 對啊 很漂亮 就這樣你們會不會追 他其實... 他剛出道拍那個廣告的時候 我就很迷他啦 郭冰 你有... 我大學的時候 真的嗎 他就出來拍機車廣告嘛 對 那個時候我就很迷他 然後拍那個陳奕迅的 聖誕節的那支MV 那時候我就很迷他啦 我覺得他超... 我就是... 崇拜偶像的心態啊 這是一個崇拜偶像的心態 對 可以把喜歡美女 我覺得欣賞是很正常的 而且有這種 我們上學就會有動力 對... 上學每天就會期待上學 對 對不對 就是因為心理上有一個... 看到他走過去的感覺 多好 也好 每天能夠... 像他們說像這種啊 早上桌子裡都會有早餐啊 都會有 你們都有送過早餐嗎 我其實是 為什麼每次我問都是 我是被送的... 都沒有人送的 妳這樣不敢講嗎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太胖了 我國中的時候真的太胖 然後胖的是很可愛的那一種 大家會忍不住想餵食 對不起 因為胖子不愛拍照 這個時候真的是... 這還是國小 我國中更胖 這個不用拍 我們看得出那個有巨型的感覺 你看看他... 他在...我占那個照片的面積有多大 所以大家就很喜歡買東西給我吃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國中生日的時候 六個女生買四個蛋糕給我 早上那個早自習開始 然後第一堂課中間的時候 開始每一個都是送蛋糕給我 幫我慶祝生日 好難想像喔 對... 對...我覺得這種餵食的方式 就是很像我們去動物園 然後就看到熊嘛 吃啊 你覺得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他們沒有別的 他們只是想這樣捏捏你的肉 很怕你會餓 跟愛情完全沒有關係 希望你keep住你的肉這樣 對... 他們是多餓 真的是... 反而受下來都沒有人送 真的嗎 真的 你呢 國高中吧 國高中會收到 這是我受下來國中的時候了 OK 那個時候瘦下來說真的 就有比較... 比如說學妹來追求 送情書 可是那個時候我因為... 有摺心心嗎 有... 除了摺心心之外 還有那種手環 手煉 幸運 自己編人生 上面還要編出名字 對... 可是那個時候因為我以前是從... 我那個時候心態比較不好 我是從胖變瘦 所以接收到資訊 我以前去胖的時候追求人家 我其實遭受到很大的挫折 我曾經有送過一個 我喜歡的女孩子 我們也是好朋友 但是當我說我喜歡他 然後我送他一個小禮物 是一個... 送你來個彈力小球 但是那個時候我忘記是什麼 影集很流行 日劇 所以有那個東西 我就一樣去送給他 結果他就當著全班同學的面 然後走到走廊上面 我們走廊外面就是操場的 他就這樣子 這個好可愛喔 謝謝你 然後就這樣子 那個時候我真的是很受傷 很受傷的原因兩個 第一個是 你怎麼就這樣子把我很... 很真心的東西 就這樣丟出去 然後第二個是 大家這麼多人在看 我其實很沒有面子 然後第三個最重要 他下一句說 那你去幫我撿回來啊 這個女孩子千萬不要叫 最笨的是... 心不夠好 最笨的是我還真的就是去撿回來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呢 就受傷了 我真的很受傷 然後後來瘦下來之後呢 反而就是有比較接受到 大家的關心 我就覺得說 大家怎麼翻臉跟翻書一樣 改變那麼大 我那時候會有一點這樣不好的心態 對 會想要報復 會覺得說奇怪 怎麼大家都這樣子啊 那你這樣子講立東 那個時候你在學校 不能算帥哥吧 不算 但你算壞壞的就對了 算壞壞的 對 我那時候高中的時候 就開始...這時候 就開始變壞了 你覺得你是怎麼樣啊 你選一個偶像要來演嘛 或是來當嘛 你每一個都像別人的 真的奇怪了你 換句話說 小燕姐她的可數性很高 你可數性真的很高耶 小燕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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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紅時尚 少男時代美人懂 很少年輕 妳看唐中 我覺得這個女孩子 還肯跟你出去啊 我們國中那個時期喔 第一個 黑 再來白 還有就是紅色 你看是不是流行紅色 人家看得不見 人家的紅搭配的 這不一樣耶 你不要把你的紅拿出來 再給人家看起來 太厲害了 本來像剖出長長的項鍊 很大耶 天珠那種 你那個時候有女朋友... 我們那時候就是會... 我們會送啊 也是會送女生東西 我們就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會訂午餐 對不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如果你有喜歡的女生 讓她吃麥當勞是最帥的 我們就翻牆出去買麥當勞給她吃 翻牆出去買麥當勞 就是有一個比較矮的 然後一翻就出去 然後翻牆出去買麥當勞給她吃 就會覺得很威風 這一張感覺 什麼意思啊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你怎麼那麼像啊 沒有 你為什麼... 等一下 她又穿紅衣服 她還穿有那個... 中國節優 中國節優 什麼意思 是唐裝耶 唐裝 很少你聽說唐裝 我覺得這個女孩子 還肯跟你出去啊 是為什麼 就是... 她就是你妹對不對 有型 那時候有個性 那時候有個性 這個女朋友還滿漂亮的喔 對啊 還滿漂亮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高中讀的是... 我們那時候高中是台中高工 算是女生非常少 然後但是我們... 因為我們讀的是建築製圖系 所以是全校幾乎一半以上的女生 就在我們那個系 所以我們全校就是漂亮的 都在我們那個系 然後所以我有非常多的資訊 很多男生就會想要透過我 就是認識我們班的 或是同系的女生 就會...然後我就會有好處 你穿這樣子的衣服又... 穿到哪一年啊 什麼東西 紅衣服 穿紅的 有中國節的衣服 我不知道 我是覺得那時候 妳就一直穿到什麼時候 進演藝圈嗎 沒有啦 那麼久啦 高中畢業啦 高中畢業也要... 你又開始穿什麼樣的衣服呢 就開始穿 擺頭表紅色 對啊 你一直穿紅色 你有去算命嗎 我不知道 可能是 還是怎樣 那時候沒有進演藝圈 對啊 小男生很少穿紅色的耶 會不好意思啊 但說真的 我們國中那個時期喔 第一個 黑再來白 還有就是紅色 比較醒目的顏色 會覺得穿出去很痠的 很厲害的 因為就是吸引大家的目光 但是絕對沒有中國節 你知道嗎 這個身... 我真的會... 因為... 因為我為什麼會講這句話呢 這個... 這個啪...這個啪... 我到高職...到高中很流行一部漫畫 叫做那個灌籃高手 裡面的櫻木花道 它就是紅頭髮 紅頭髮 所以我高職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覺得說 那個時候大家流行麥當勞頭 我覺得當大家全校 都在留長頭髮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好無聊 我要跟大家不一樣 我就剪一個短頭髮 然後染紅色的 你真的肩膀寬寬的 是個帥哥的樣子耶 對啊 我現在也是啊 我沒有說你帥 因為我年紀大了 就說沒有而已 對 那個時候就開始帥了 那個時候看起來 你看那個染紅的頭髮 真的 走到街上 應該很多女生會偷偷... 就是比較醒目的那一個 所以我們上學的時候 有既定的校服 可是我們外面穿一件外套 是學校的 到了學校裡面 就開始就是穿這個樣子 你看 真的很流行紅色吧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嗎 真的很流行紅色啊 你看 然後就是... 我還記得我因為這個... 這個領結是什麼 那個是... 那是高領 以前流行 把高領的內衣穿在裡面 然後外面 就是不管怎麼樣 裡面都要穿高領 帥啊 就是有個帥的好像有耶 遮住一半 遮住一半這樣帥帥 對 那時候龍虎風雨裡面有沒有 對... 理什麼的就這樣穿 對 而且那個時候 很多男生頭髮染金 然後回學校就要... 噴黑產 一定要噴... 對 那個就是麥當勞頭 因為那時候流行兩個 一個是短的 一個就是長的 長的我就是麥當勞頭 背帶...穿背帶褲的 用意是什麼 對 模仿小小兵嗎 現在可能是這樣子 但那個時候只覺得說 好奇怪 怎麼 全校都沒有人穿 背帶褲 我一直在想 什麼男生會穿背帶褲 可是到那個時候 就不流行啦 重點是 那個時候穿在會有點小丟臉 就在我們那個年紀 那個年代是... 說真的是 但我個人喜歡挑戰純維 就是我喜歡把 我本來喜歡外面的衣服 穿進學校裡面 還有再就是大家什麼覺得 不流行 大家不穿的我來穿 我來穿 而且因為我很帥 所以我穿大家還是看我對不對 也不是這樣說啊 那你沒有穿 絕對要去的 絕對沒有 好煩喔 唐中 曾立東 我覺得你太奇怪了 沒有啦 感覺你這邊還掛一個皮球之類的 我跟你講 你... 你... 講不講 講跟金服隊 對啦 跟金服隊 你把小燕姐氣成這個樣子 不是... 他看起來很像家裡是... 比如說地方黑道廟口 沒有啦 沒有 有關係嗎 沒有...很乖耶 就是看起來在那種家庭 要穿那個木巾那種 咳啦咳啦 咳啦咳啦 然後穿紅的這樣... 腳冰了紅的 就是腳紅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頂多就是 那種小壞壞而已 小壞壞 然後我們就會做 因為班上會有那種 你知道那種女生 就是做...永遠做第一排 然後她就是風紀鼓掌 然後很愛打小報告 料杯啊 對 然後中午... 然後她中午吃飯啊 大家就是便當 她就是一定是家裡帶的 然後一定是那種三層 有沒有 白飯一層層 然後上面再布菜 然後在上面煮菜 或是水果這樣 就是會水果這樣 四層這樣 然後我們就會... 她就會在那邊 今天又誰了 我們就會... 因為她很愛打小報告 然後我們就會想說 趁她不在的時候 惡作聚她 然後有一天她就是一樣 中餐時間 她打開那幾層 打開第一層 沒東西 第二層 沒東西 第三層 還是沒東西 最後一層 白飯 剩白飯 我們把它全部吃完 好強喔 然後她就說 是誰吃我的東西 然後我們這邊 太過分了吧 怎麼會有這種人 太奇怪了 我們一定要跟老師報告 我們要跟老師報告 這種人太可惡了 就想不到你在學校是這樣子 晚上出去穿紅衣服打中國街 還可以浪費啊 說不定穿紅衣服去看 八家將 人心要那個時候是在澎湖對不對 在澎湖應該是民風比較這個 保守一點 對不對 而且大家都認識吧 會不會 基本上沒有到全部都認識 但因為地方小 人也少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成 國小也同學 國中也同學 高中也同學 對 家裡都認識啊 會不會 那你追的那女孩子去看 所以其實已經來 人家穿得過去一個 平常都紅色 不會我吧 我們去換衣服好了 不是 我們三個人 一樣都在穿紅色啊 人家的紅髮配的就不一樣耶 你不要把你的紅拿出來 再給人家看看 好不好 請導播換一下 三個不同的紅色 然後對不起 導播 再麻煩我那一張紅色來一下 你看 對不起 我們沒有惡意 對不起 是人的問題 導播 在經典的那個 有中國節的 有中國節的 有女孩子的那個 太厲害了 你如果上面擺一串薄珠 長長的下面很搭耶 天珠那種 天珠那種 太起來家裡像算命的啦 口袋會拿龜殼出來的 你這樣子是 大家會覺得 你是壞壞的學生 還是覺得你是好好的學生 怪怪的 對啊 我覺得這種我就會很... 很想欺負他 真的嗎 對啊 就是這種怪怪的 就會忍不住就想要弄他一下 比如說放個龜殼在他口袋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 你真是... 你真是許太宇 你就是會想要弄他一下 怪怪的 你在高中就是一個許太宇 算吧 算不算 算不算 會...就會惡作劇 楊子儀陪女生坐公車回家 插電造成生命危險 我陪她一起坐公車這樣回到家 我還記得她住在那個 這麼遠啊 其實有點亂 沒有車回去了 怎麼辦 然後就打電話給我哥說 我在哪裡... 你過來接我這樣 突然就有一個人 聽著我 然後說你是誰叫我 我阿姨啊 我不是 可是你真的很像阿姨啊 就是... 就是我的第一名 叫你們叫追一個 比如說你... 你跟他去看電影 那大家都知道囉 對不對 對啊 基本上都知道啊 或者是可能隔壁班的同學 誰跟誰在一起 下課會去幹嘛 其實大家都知道啊 因為地方很小 然後也沒什麼娛樂 對啊 還滿無聊的 我可以打個岔嗎 我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那個時候追女生 會去的地方 第一 保齡球場 再來電動玩具店 還有一個地方 溜冰場 那澎湖會去嗎 澎湖沒有溜冰場 有保齡球 有保齡球 那時候好像... 其實前幾天在那個 就是對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奇怪 我怎麼好像都想不太起來 我剛剛來到現場問一下 德烈跟那個子儀的時候 原來我們大家都有一樣的症狀 因為隔太久了 就是在已經回想那一段時候的記憶 有點想不太起來了 其實最多 應該就是放學回家嘛 送回家要送很久啊 走路要先走回他家 走回他家 你自己再回家 對不對 而且有時候還要躲 澎湖夠小 那是澎湖夠小 真的 因為這是外婆的彎嘛 對不對 我高中的時候 我就追一個女孩子 我記得有那個高二 然後我是在人海茫茫之中 看到他 我覺得太正了 這個... 不是自己學校的 不是自己學校 因為我們男校嘛 然後我們是... 我就是要去台北車... 我要去西門 因為我們從那個進南路那邊走 經過台北車站 再走到西門去 我要去打撞球 然後可是我在台北車站 那個是補習街嘛 所以我經過的時候 那你最容易看到 太正 如果我那個時候 跟他這樣擦身而過的時候 我覺得... 我大概思考了大概10秒鐘 然後我想一想 不行 如果我今天不認識他的話 我覺得我這輩子會後悔 所以我就回頭要去找他 找不到 因為他才150公分左右 很小一隻 我找不到 可是我還記得 依稀記得說 經過的時候 他說他今天... 他跟他同學聊到說 今天要去補... 好像是理化 我就開始在台北車站 每一間理化補習班開始找 一個一個找 因為我反正我閒一閒沒事做 我現在原本是要打撞球 很多吧 很多肩包 對 非常多肩包 我大概找到... 你就這樣一直找 對 我大概找到第五間的時候 找到了嗎 讓我找到了 因為我記得他穿的是 滑江高中的制服 然後我找到 就剛好一排三個女生 坐在那邊就是看到背影 然後那三個是滑江的 然後我就進去假裝旁聽 然後去看一下 就是他 然後等到下課 中上下課出來的時候 我就去看 他們有那個點名本嘛 然後我就看滑江高中說 那大概他坐的位置 我大概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我就坐在門口等 太厲害了吧 或是兩猴 超猴 太強了 然後...然後我就是... 但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然後等他下課的時候 我就直接衝上 因為高中其實 高中就跟國中不一樣 我高中變很衝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剛剛在台北車站 哪一個路口遇到你 然後我一直覺得 我今天如果不認識你的話 我會後悔 對 然後我是誰誰誰 我叫什麼名字 我叫什麼學校的楊子儀這樣 那我希望今天可以認識你 跟個當陪 然後他就這樣對我看... 他就...我整個... 太開心 我就陪他 送他回家 就坐公車 陪他到那個 他會一直在前面那個 莊中那邊坐公車 結果坐到... 對 我高中大概就長這樣 就留在那裡 高中給大家黑道 嚇死到了 第二個是你嗎 對 第二個是我 對 其他怎麼都像 女生扮男生 對 你就是那種 要來打架吧是不是 對 我高中就是很喜歡鬧事的 那種就是衣服 來啊... 對... 所以我高中...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其實... 我也很怕我自己會嚇到他 可是我是真的 誠心...想要跟他當朋友 然後我就這樣就坐他 就是陪他一起坐公車這樣 回到家以後 到家然後就留了聯絡方式 然後我就在那邊... 他住在... 我還記得他住在那個 這麼遠啊 其實有點亂 然後我就在那邊等 我想說完蛋了 這個時間... 有點荒涼吧 有點荒涼吧 就是完蛋了 沒有時間 沒有車回去了 怎麼辦 然後就打電話給我哥說 你在哪裡...你過來接我這樣 你哥說你在哪裡 土城看座座 他要辦保事情嗎 然後就是... 對 他就是說跟我小 沒什麼問題 我那個時候就在那個地方 結果突然 我在那邊等我哥的時候 突然就有一個人 就這樣涼涼的這樣逼著我 然後說 我阿姨啊 我不是 可是你聽得很像阿姨啦 就是...我覺得就是因為... 你很像啊 對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那個時候就是一副就是那種 隨時要找人家打架的 對啊 就很容易被就是仇家尋仇 找錯人 對 所以就是有時候追女孩子 不要追到一個住太遠 或住在看守所附近 可是我是覺得 你自己不要走到黑箱子 比較危險啦 就是...就是因為這個裝扮 然後遇到這樣的事情 好好笑喔 那時候很流行 像V6 對不對 也是這樣傳 V6 然後沒有 沒有 其實那個時候 最有尤其是那個GTO 然後他們的高中時期是暴走族 暴走族 暴走族 要當暴走族 神行太保 對 神行太保 然後還有湘南重愛族 對 所以我都戴了口罩 我去哪裡都戴了口罩 那時候很流行 最好就是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叉叉 SARS 對不對 一個叉叉或一個哭 你那個時候應該不容易感冒 我覺得人生最奇妙的時候 真的 從衣服就看起來 對不對 所以很奇妙 但他們學校的衣服也好看 我不要再講 你... 克力... 你剛剛追的那一位小姐 其實她還滿摩登的 她沒有說你的衣服有問題嗎 她沒有啊 她覺得我還滿時髦的 騙人 可是我跟你講 高中真的是... 那時候我覺得追女生 真的要直接一點會比較好 對 而且有時候大部分是不打不相識 因為像我有一個就是... 你打女生喔 不是... 那時候我們就是... 我那時候是讀高工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從台... 但是從國外 然後來一個轉學生 然後是女生 然後我記得她一進來的時候 大家全部的男生都是眼睛瞪大 因為覺得我真的超漂亮 可是那時候我跟我那個死檔 就覺得說 就這個女生看起來有點... 有點窄窄的 你知道 因為從國外回來 國外回來的 英文講得很好的 對...有點臭屁這樣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們就沒有看她覺得很好 然後她就... 她分配的位子剛好是 我跟我死檔的中間 對 剛好坐在我們中間 然後我們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說下課要幹嘛 就會去打撞球 就會傳紙條 我就傳給我那個死檔 中間會經過她嘛 後來就請她幫我穿一下 傳一下... 她就這樣 傳了第一天 然後下課快要結束的時候 最後一堂課 我就收到一個 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傳的那個紙條 新的紙條 然後你還拿起來這樣 不是...就感覺是有香味 然後我想說應該是她傳的 然後我想說該不會就這樣 有了 然後之類的 然後我就打開來 她就說你們兩個臭男生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認真上課 然後不要在那邊亂傳紙條 認真讀書 然後我心裡想說好 就感覺她又...感覺又更臭爪了 然後我想說 那我就回 寫一寫 然後回給她 我就說 認真讀書 考...是不是考比較好嗎 我就這樣回她 然後她就過了一下 她又傳過來 她就說 那不然我們來比賽啊 她就開始跟我挑釁了 我就說...我就寫一個回她 我就說好啊 我考贏妳 妳就跟我看電影 然後她就說好啊 然後我就開始那時候 是我人生中最認真的一次 就很認真喔 然後每天我就這樣發瘋 我就一直讀書... 一直讀書... 發瘋的張立東 能跟女同學約會嗎 她就說 那不然我們來比賽啊 她就開始跟我挑釁了 我就說...我就寫一個回她 我就說好啊 我考贏妳 妳就跟我看電影 然後她就說好啊 然後我就開始那時候 她就說自我 就很認真喔 然後每天我就這樣發瘋 就一直讀書... 所以人一定要有理由喔 對 要有動力 然後其中好公布了 我全班第二名 他第一名 對... 他全班第一名 然後那時候我那天公布完 我看到那個成績 然後我就進去校室 我就不太敢看她 因為我覺得很丟臉 你輸了... 然後我輸了 可是很懊悔啊 我就很懊悔 然後結果那第二堂 也是快要放學的時候 她就傳一個指教過來 然後我就一打開 然後...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該不會 我就覺得這個女生 好像真的好像滿不錯的 然後但是因為我很緊張啊 因為我沒有約會過的經驗 所以我就想說隔天看電影 我就帶我那個死檔去 三個人一起看 然後看完 你不會又穿那件紅衣服嗎 不會 沒有... 然後看完啊 就很開心啊 很開心 然後跟我死檔討論 然後那死檔突然就跟我說 你覺不覺得那個女生不錯 然後他就說 他也有...其實有喜歡她 然後那時候我就要抉擇了 一邊是友情 一邊是愛情 我要怎麼取捨 然後我就是想了一整個晚上 又為難 對 我就決定把我那個愛情收起來 我就決定... 你也在考不好了 我決定幫助她 幫助她 追她 所以這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君子有成人之美 對 其實我覺得 談談那個時候喔 就是這種純純的愛喔 跟那種後來的刻骨銘心也好 戀愛當中 這種純純的愛 其實不會太多痛苦在內 所謂痛苦就是最後吵架啊 嫌啊 或者是什麼 因為還不到那個... 一點點... 純純的 似有非有的時候 是最美的時候 人生都是似有非... 非有的時候最美的時候 不管怎麼穿都自己覺得自己最好 有自信 有自信 對不對 最有自信的時候 對不對 人生最美的時候 好 今天非常謝謝 不過最後我們要聽一下林夕陽 最近要唱這首 我外婆的澎湖灣 這個...你是到底澎湖灣 對 我覺得這首歌裡面 有一些我成長的故事在這裡面 所以就特地翻唱了一下這一首歌 好 那真的是... 你真的是澎湖灣長大的 來 我來聽唱 我愛過的沙灘山 又就這樣對伴 都不玩 旁不玩 愛過的風不玩 有我許多的童年幻想 陽光沙灘 海浪仙人章 愛過的地位好傳承 謝謝 謝謝... 外婆的澎湖灣喔 這個... 講到各位的少男時代 真是太精采了 不時帶一點好看的照片來 我看一下了喔 現在只到高中時代 高中時代以後的衣服 然後我們另外再聊一下 我們再來聊一下喔 看看立東的時效之風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